一路过小区门口,听见一个老太太,跟另一个老太太聊天,说,人家活挖当婆婆的,重复帮着儿媳妇带挖,哪像我们这里,都是管生不管养。 另一个老太太正带着三岁的小孙子,尴尬的笑了笑,没有说话,前两天,我也刚听说了一场家庭大战,主要矛盾是儿媳妇不肯喝汤。 原来儿媳妇生完孩子没多久,婆婆惦记着让儿体多多产奶,就每天熬一大锅下奶汤,可儿媳妇身在潮淫心在汗,想的确实快快恢复身材,好重返之场,硬看那么一大锅汤喝下去,肯定会胖成球,于是宁死不屈。 这下婆婆可恼了,大骂儿媳妇太自私,都当妈老还不为孩子考虑,天天想着去上班,一点责任心也没有。 而媳妇反问,我要不去上班,指望你儿子一个月五千块钱的工资,能养活一家人。 婆婆,哑口无言,如果说一个家庭因为女人的分身防鼠,而需要婆婆支援,那么婆婆可千万别把这层罪过都加到女人头上,至少该让自己的宝贝儿子分担一半。 你儿子,要是能把家庭养得游刃有余,完全不用女人操心,比起上班,那个女人不乐意在家陪孩子长大。 二,我的闺女小成,她们家也是婆婆带孩子,小成周一到周五上班,每天下午都第一个打卡,匆匆忙忙赶回家,周六周天更要接货带子,让婆婆携两天。 事情就发生在小成公司的平优阶段,婆婆吃完晚饭,忽然跟小成说,要请假,老家有个亲戚去世了,得去参加葬礼。 小成真心愿意成全婆婆,可眼前的平优,又直接决定着家里下半年迹象的多少,看到小成面露蓝色,婆婆叹了口气,说,我这辈子,儿子已经拉扯了,也算尽了义务。 至于孙子,那根本不是我该管的事儿,帮你是情分,不帮你是本分,你不要什么都指望着我。 小成一听,婆婆说的没错,就跟老公商量,让婆婆回她老家吧,正好老公单位最近不忙,请两天假就是了,不了得到这个消息。 刚才还在怨天怨地的婆婆立刻说,怎么能让我儿子请假呢,影响多不好,算了,还是我继续帮你照应着吧。 小成心里忽然一阵委屈,自己每个周末都陪孩子,当把这请假陪两天,又有什么大不了的? 婆婆动不动就说是帮媳妇看孩子,难道这孩子就不是她儿子的吗? 婆婆帮忙的孩子,多半是弥补自己儿子在家庭中的缺席,何必权让可怜的儿媳妇背多? 婆婆说,我们老家邻居有个大婶,曾有一回串门的时候,坐在我家态势椅上,牛哄哄地说,人家国外的老人,养儿子养到十八岁就不管了,那才叫想得开,我儿子现在都二十多岁结婚了,等将来有了孙子,我绝对不帮忙看。 我那会儿听了,以为她讲得很有道理,后来她儿子结婚了,有了孩子,她果然扫手不管,儿媳妇在家天天吵架,她一味躲着,清闲自在,终于有一回躲不过去了,那是过大年,亲戚朋友欢聚一堂,邻居大婶和儿媳没有不见面的道理,不可避免的。 儿媳妇因为没人帮忙的孩子,又跟老公吵了起来,脂肪慢怀道埋怨活脱,邻居大婶不高兴了,对儿媳妇说,我把儿子养那么大了,又不欠你什么,凭什么有义务帮你带孩子? 儿媳妇女是牙尖嘴利,回忆道,是呀,你把儿子养那么大了,到现在连自己的内裤都不会洗,照顾孩子一窍不通,你养这样的儿子是报复社会吧? 不要以为把儿子养大了就尽到了责任,你若没交给他爱和担当,锻炼他承担一个家庭的能力,是他三十多岁还是巨婴,完全不会当一个父亲,那么就不要抱怨儿媳妇指望你看孩子。 四天公司有个姐姐,老公是典型的暖男,属于事业有成还特别顾家的那种,姐姐怀孕期间妊娠反应比较重,需要长时间静养,干脆辞职了。 后来生了娃在家带娃,老公特意请了保姆帮她,这个姐姐经常在朋友圈发表亲妈带孩子更好的言论,说让上一辈的人来带,既不利于亲子关系,也不道德。 我说,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,婆婆究竟有没有义务帮忙看孩子? 对于这样的实际难题,我觉得完全取决于婆婆养的儿子怎么样。 若她一手养大的儿子有出息,有家庭责任感,能让自己的老婆无忧无虑在家陪孩子,周末还能给老婆放养天假去逛街? 那么婆婆真的没有必要带孩子,亦或者她的儿子虽然没多到本事,可是接受过来自家庭的爱的教育,能当一个合格的全职爸爸,把孩子照顾得无微不止。 那么这个婆婆也可以说是尽到了责任,可以竞想天伦志了,就怕她自己养的儿子是个失败工程,既没有本事也没有爱。 只管播种,不问耕耘,婆婆把这样的烂摊子,丢给儿妻一个人,而不是相互扶持着完成两代人之间的接力赛,也好意思说心无安理得。 而且在国外,就算女人在家当了全职太太,也会得到家人和社会足够的尊重,不会被称作黄脸婆,更不需要被迫接受老公出柜另寻新欢的一系列狗血剧。 所以说,儿子和儿媳都还没跟国际接鬼,老太太又何必太心急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